时隔七年葛优再次领衔喝碎当 微博携手金安影业 独家牵线葛优 力邀引力回归 经典安慕西旗下三位代言人参与重创 微博从内容策划 热点发酵 再到破圈热议 全程助力品牌深度沟通用户 急穿跨圈层粉丝 为全网送上恭贺新年 万福静安的新春祝福 影片聚焦2021小年夜 变身甲方的葛优 想要一张有故事的照片 请问您想拍什么照 有故事 葛优一出场就感觉有那味了 温馨的画面久违的葛大爷 伴随粉丝热议围观 葛优后岁新片 最大化激活全网关注 同时打造明星眼神热点 迪力热吧宇航服造型 葛优陈飞宇时隔十年再合作 自然上榜热搜 激活兴奋强应援 微博娱乐100家大账号剧阵 热推话题发酵 40余电影KOL 紧跟热点参与解读 近两万跨界大V 多层次助推 以故事内涵 明星表现等多角度解读 持续造势 引爆品牌贺岁片热度 及口碑传播 艺人贺心Look 登上巴沙男士首风 跨界时尚拳 为粉丝打造爱豆福利 粉丝团文讯赶来 微博娱乐加电影运营助推 收获兴奋弥迷等 广泛UGC自来水势转发 热点现象吸引48家媒体报道 人民网也来打高 春节热闹氛围下 品牌通过造线馆 依托两个贺岁片话题热点 先行推高品牌声量 上线期 以三个明星衍生热点 反补时间热度 成功打造粉丝易感度高的 贺岁话题矩阵 引爆金安年度贺岁大戏 持续强化行业站位 及消费认知 葛优有了一张 有故事的春节照片 而品牌也收获了 用户好口碑 造线馆上线8天 微博播放量突破9100万 相关话题总阅读 近15亿 以来625万次热议 连续四天 大榜影视日报第一 华晨宇 迪丽热巴博文 在粉丝应援下 传播层级高达11级 引爆品牌声量 造像馆话题阵地 持续提升品牌官微互动 收获粉丝喜爱 也沉淀了更多年轻女性人群 微博黄金资源 强势覆盖粉丝浏览全路径 品牌借示贺岁热点 全面收割 社交流量 打响贺岁迎新第一炮 新的十年 祝您世事顺遂 万福 今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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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